在做Startup的时候 很多投资者 他们都会先看你有没有赚钱 好像我们在科技行业 很多的东西都要先 软件开发 花很大笔的钱去开发 所以你就会一直在烧钱 再多一两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无限量的找更多的顾客 而我们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 去服务这些顾客群 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赚钱的情况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 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 财经制作的开门建商 在这个节目当中 有能杰和洪耀 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 商机与门道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 聊过一些租房子的痛点 现在很多人租房子 可能跟你我一样 都是透过网站去搜寻 或者是找传统的中介 但是有一些房子的质量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不敢恭维 表面上面看起来是光线亮丽 住进去才发现有各种的问题 租房子变成是一场 很像是豪赌一样的赌博 甚至我们在签了合约之后 给了押金 才发现房子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们的押金都给了 所以不可能随时离开 对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但这种情况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情况 最起码哪怕这个房子是烂的 但你还可以租下去 现在的房屋租贫行业里头 也有许多的骗子是怎么样 他们把那些租借来的Airbnb民宿 当作是自己的房子 然后就转租给别人 收取了大量的押金跟租金之后 就一跑了之 导致这些租客就给了大量的费用之后 还要被真正的房东可以赶出去 是真的很可怜 其实头痛的不只是这些租客 有一些房东也会遇到一些 蛮不讲理的房客 比如说有一些房客 他会赖在屋子里面 然后没有给租金 反正他就赖着不走就对了 然后有一些在这个房屋租赁行业当中 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够透明 所带来的一些麻烦的问题 我们常常就在思考说 现在我们都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那我们怎样只可以运用互联网的科技 或者是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们总不能够放任这些骗子 或者是这些租房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放任它不断的发生 而不去解决它吧 对那现行的这个处理方法呢 我们一般上都是讲什么 就是事情发生之后呢 到这个法庭 对付公堂嘛 可是这种方法 一般上都要花大量的时间跟金钱 所以其实真正要避免 这种租赁纠纷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是要确保租给你的房东 跟跟你租的这些房客 有足够的这个信誉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Speed Home的CEO黄伟明 那他的公司当中 其实就是处理这些租赁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请他来讲解一下 现在在互联网的时代当中呢 我们要怎么解决一系列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一些房屋租赁的纠纷 那么在请伟明出来之前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Speed Home 它其实是一家提供房屋租赁平台的企业 连接租客跟房东 透过事前的审核 免押金保险计划等等的方式呢 来保障租客以及房东双方的权益 那么这家的企业呢 主要聚焦在雪龙一带 它的软件的下载呢 已经达到了55万 平均每一个月呢 有70千户的这个用户 来到这个平台 寻找合适的房屋 那么呢 我们现在就请伟明出来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马来西亚当下的租房市场的现况 还有他们整个Speed Home的运作 哈喽伟明你好 你好你好 好伟明 我知道说你们的这个Speed Home呢 是提供零押金的服务哦 这种服务呢 对于房客很有善 因为我不需要 第一个月的时候 就可能给两个月半的这个租金 给这个房东 对我的现金流是好 可是你们这样子的政策 会不会去伤害到房东的利益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房东为什么要收这个押金 就是为了避免说 租客一走了之 或是破坏里头的一些家具 那可以用这个押金来做补偿嘛 那你们在取消了这个押金之后 你们是怎么样的去保护房东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房东 当他们听到这个是零押金的 一个系统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担心的 然后就觉得 你们很偏袒啊 那些租客 其实我们想换一个方式来想 第一就是 当你要押金的时候 可是在这个经济这么萧条的时候 大家都需要现金来周转 当你需要租客给你这个押金的时候 就变得慢嘛 那你要快还是要慢 还是要风险 那在我们这个平台呢 我们主打的是零押金 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得到速度 最快的方式 不需要跟人家谈价还价 因为你是零押金 已经帮助了很多嘛 自然而然你的房子 就可以比较容易租出去 我们怎么去保护房东的利益呢 就是第一 我们会去评估租客的背景 他的financial background 是否是 bankruptcy呢 还是没问题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把很多不好的租客 已经reject掉了 接下来就是讲到 没有押金的情况下 怎样去保护你们 那我们基本上就跟 按联保险有一个房东的一个保险 那这个保险呢 就是可以担保高达 四万两千零级 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它包括了两个月的租金赔偿 那如果租客给不起租金 这个保险就会赔你两个月 然后如果你是说水电费没有给 它也可以赔你高达两千零级 然后如果你说 它把你的电视机偷了 还是弄坏了 还是冷气偷掉了 这个是高达三万零级 从这种种来看的话 我看不到什么原因 你还要拿这个deposit so在这里我们创造一个双赢 就是我们在快的这一块呢 就是乌鸦金 让你迅速的找到顾客 然后这个保险是担保了你 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 保险在这里给你一个保障 所以就是一个双赢 是 其实看到这个speed home 它主打这个speed 也就是快速租房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么你们除了透过这个免压金 可以赶快很快速的 吸引到很多的这个顾客之外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机制 来确保这些租房的效率 会比其他的平台来得更加的高呢 刚刚你也有提到一些 关于说在审核的机制 或者是在审核租客 或者是房客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除了这些之外 还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是机制是你们觉得是比较有效的 通常绝大部分的市场都是通过中介来租房子的 那在我们的平台上呢 我们是主打是点对点 就是房东对租客直接联系的 那这个就透明化了嘛 这个就是直接让他们都是透过我们的平台 去协商的 那这个就是促进了速度嘛 那我们的系统也是高度的自动化 因为我们是一个科技公司 绝大部分的系统都是自动化的 比方说签合同的时候 基本上你需要把名字打在你的Microsoft Word里面 然后Clean出来 然后交给对方签约这些 那我们全部都是透过网上签约的 在这一个程序 我们至少可以省一天的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透过系统化 然后高度透明化的平台上 而促进这个速度 好我想要就是回到就是你创建 这一个平台的一个初衷啊 这个可能没有在我们的提纲里面 但是我很好奇很想问 为什么伟民你当初会想要创建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是不是自己也是在过去租房子的过程当中 碰到很多的问题 还是是因为你听到别人有很多的问题 你想要帮助他们解决呢 应该来讲是2016年的时候 我拿到我的房子 我想自己去租出去啦 就尝试啦 发现是这么麻烦的 所以我就透过中介去做这些事情了 可是其实就算我透过中介租出去过后 我也要跟租客吹租金啊 这些等等的问题 都需要我亲自去做了 那我就觉得会不会这个市场上 应该有一个平台 是可以自动化 锁锁碎碎的这些事情啦 所以这个就是透过自己的一个问题 然后想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明白 那其实有很多人 很多的投资者 其实应该都像伟名这样 就是他们之前买了很多的房产 然后就是希望说买房产 就可以同时把这些房子给租出去 适合用来做这个租房的那些屋子呢 都有各种各样的特性 像是地点啊 房型啊 装修都是不同的考量 然后据我们所知呢 你们其实有雪隆一带 这个租房的一些数据 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什么样的房子 会受到哪一些客户群体的这些喜爱吗 在雪隆呢 我们的都是以家庭用户很多 三房的房子最受欢迎的 那它大概占我们平台的交易 有四成左右 大概介于租金是1800到2000亿零几 那如果你讲在书邦啊 Starbuck啊 在这个地区呢 我们主打是学生围为主 那他们就是租房间呢 这一类似的 所以每一个地区 都有一个不同的顾客群 当你要买房子的时候 你要了解你的顾客群是谁 然后你买的单位要是哪一类型的 我们有发现到的就是 因为马来西亚很多都是驾车的嘛 所以如果你的公寓 最少不要有一个buckin啊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大部分人都需要有一个buckin 然后看你的地区是家庭为主 还是学生为主 还是传统白领为主啊 这些就是要做的考量 另外一点呢 就是看他有没有装潢 我们发现了大部分的 比较喜欢装潢的 可是如果你讲是排屋的话 就没有就不一样了 可是我们现在主要讲的都是 quandominion 都是要fully finished的 就是不需要做出很大的 他们就可以搬出去住了 大致上都是现在的趋势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想文明你也是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自己出来创业 至少我们现在画面上面看到文明是真的是蛮年轻的 但是我相信有这样子的一种创业的概念 还有在这个行业里头你肯定会有很多你自己的观察 特别是在今年这个疫情的冲击不是今年而已啦 就是从去年开始这个疫情的冲击以来 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房市都会觉得蛮悲观的 但是最近我们又看到这个房市很像有慢慢的回来 有回温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也有很多的这个发展商在做一些新的projects 那我相信你们肯定有很多后台的数据可以去观察 那么如果用你们的这个租房的数据来去观察的话 你们对于整个的这个房产的行业会有一个怎么样子的看法 现在是已经回温了吗 我觉得本来是应该回温了 直到这一个三月的时候 我们又来一个you know 另外一个wave 那现在又lock down了 这个就是应该是会慢下来 可是如果你说租这一块呢 我觉得还是很强劲的 因为你怎么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房子 那所以在租这一块是没有被影响的 只是说以前租比较贵 所以现在就想租便宜一点 租便宜的就想更便宜的 就只不过是这样而已 可是基本上层面来看 在租这一块是没有影响 在买卖呢 我觉得其实买卖在现在的房价位 要买的已经买了 所以剩下的就是还是有钱的人在买 你是所谓的第一 first home buyer 我觉得还是不多了 对 那疫情底下大家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就是不能够亲自到那个房里头去看 那这个这样子的一种局限 其实对你们的业务会有没有造成 什么样的冲击 然后speed home是推出一些什么样的方案 来应对这种物理上的局限呢 你们是如何透过科技来 在这个疫情当中度过的 可不可以分享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个第一次lockdown的时候呢 就是去年 我们有一个home runner service 会有人去带租客去看房子 所以不需要房东去拜领那些租客去看的 那个期间呢 我们知道了要lockdown的时候呢 我们就赶紧叫他们 哎 去拍video咧 尽量有多少件就拍多少件 那在3月的时候呢 在短短的几天 我们就把百多件房子的video 就全部upload上网 3月我们就跌了整大百分之80嘛 那4月的时候呢 就开始回温了 就已经回到正常的sales了 那在那个时候呢 很多人都想应就是看video就租房子了 那个是一个最大的改变 而且我们发现到很多人也因为 他们不想冒险了 因为你出去怎么说 你可能你会有风险去中到covid嘛 宁可去看video 那在当时的时候很多人就问 如果看到video我不喜欢那些房子 还是有跟video不一样的话怎么样 我们就说我们给你3天保障 就是100%退还 如果那个房子和你所看到的video是不一样的 我们100%退还给你 那这是给他们一个保障 RMCO的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去看房子了 那还是有一些是不要的 那我们怎么呢 因为他们说video还是不可靠了 那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们后来呢 去了房子 然后就whatsapp video call他 然后他就说给我看那个厨房 他就走到去厨房给他看了 就是透过whatsapp video call 就这样子私讯给他看了 透过这一次的事情当中呢 我们就打算推出一个新的系统 就是透过机器人去看房子 应该9月我们就可以透过机器人去看房子 这个很好奇想问一下 所谓的机器人看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把机器人放进房子里 然后他可以遥控那个机器人 像runner这样子吧 他就可以移动 然后有一个摄像头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感觉到说 现在算是疫情的期间啦 但是就是我们可以用透过科技的方式 然后让更多人更方便的可以看到房子 那特别是刚刚伟明有提到说 现在买器可能对于房子的买器来说呢 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快就回温 大家都要住房子嘛 那没有买怎么办 就只好租 所以在租赁这一块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的成长的 那我们也看到说你们Speed Home 在马来西亚的生意呢 大部分都是聚焦在雪龙一带 那么在其他城市 好像没有太多的用户 然后你们很像也有想要出海 发展到这个东南亚的其他的大的主要的城市 那看到你们现在规划的都是在一线 有没有想过要去比较二线的地方去发展 比如说槟城啊 JB啊 古镜啊 这些地方 在我们平台生意上 我们主要最堪的就是人口 那在马来西亚当然是金融波 然后也最大的原因就是工作机会 因为当你要讲到租赁 这一块生意的时候 你就是要人搬进来这个城市嘛 那如果你在马来西亚的话 如果你讲到JB还是槟城呢 它是有就业机会 可是就是比较少啦 然后其二的就是人口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先进一线的城市呢 就是好像我所说的工作就业机会多 还有人口密集 那曼谷呢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城市 在东南亚它算是第二多人口的城市 所以我们就打算先进军这些第一线城市 所以这个其实定位非常的清楚啊 主要都是针对就是国家的首都或大城市 所以这个专注力就不会放在一些二线城市上面 对就虽然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推广工作 在这些二线城市 可是有很多的房东啊 还是租客都是有到我们的网站去寻找这些房子的 只是说我们的home runner service呢 带这个租客去看房子 这个服务呢 只是局限于雪龙区而已 所以其他的区域就是说你必须要自己做啦 可是你讲到我们的其他的服务 比方说帮你收租啊 这些东西我们都帮你做 所以其实也是关乎到一个新创企业 它要瞄准的就是成长率最快的市场 它会往那边先投入资源嘛 那我们也知道说Speed Home作为一个新创企业 获得了这个大马Alliance和Gobi Partner 得到他们的融资 成为他们投资的对象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作为一个新创企业 你们在融资的时候的一些些困境 或是一些方法 以及现在目前这种风险投资机构 对新创企业的一些态度 在Gobi呢他们的商业模式呢 通常是在就是说我投资十间公司 七间可能会是拜拜的 然后两间回本 一间就上市了 那这个是他们的投资方式 那Alliance呢它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和它合作了很久 它觉得它对我们的生意有信心 我们双方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伙伴 那他们觉得这门生意是可以成长的 所以他们也投资了 在Gobi和Alliance 他们两个的投资心态都不一样 可是总结来说 还是他们对我们的生意有信心啦 只是说一个就比较 因为不介意风险 另外一个是因为他们跟我们合作了很久 他知道我们的能力 还有我们的前景而投资 在你做startup的时候呢 很多投资者 他们都会先看你有没有赚钱 好像我们在科技行业 很多的东西都要先软件开发 你没有顾客 你也是要软件开发 然后因为你需要大量的顾客 而去到你收支平衡的程度嘛 所以你就要花很大笔的钱去开发 所以你就会一直在烧钱啦 可是他们的看法就是 当你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因为你是开发软件 好像我刚刚所说 我们很自动化的 再多一两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 找更多的顾客 而我们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 去服务这些顾客群嘛 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赚钱的时候 在这一个观点上 很多投资者都不可以了解 他们想为什么你要用这么多钱 我买一个software就好了嘛 可是你要一直去进步啊 好像我们现在要开始用AI 大数据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所以很多传统投资者不了解 当我们跟他们谈起融资的时候 他们都会讲 哎呀 这些公司不可以的啦 你可能要烧十年的钱 都未必会成功 如果你看现在Grab也开始上市了 所以这个就是公司 他们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就需要上市 这个就是投资者可以cash out的时候 我想再追加一个问题 韦明 就是现在对于马来西亚的融资环境来说 或者是对于投资者来说 出海这件事情就是除了马来西亚市场 一定要也要去涉猎其他东南亚的市场 比如说泰国啦越南等等 这个对于融资来说是不是很重要 一定很重要 其实是看你的生意模式 如果你是要慢慢的成长 那你可以慢慢赚钱来 然后跟银行融资 然后再去矿展 在我们这一行呢 我们主打的就是以成长速度为主 如果你要慢慢的成长 这样你就不烧钱 可是我们在这个科技行业 我们是以快 就是我们要用金钱来买时间 以前的方式是我们用时间慢慢存钱 来慢慢的去做 现在是以钱来买时间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来买寸光阴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之所以烧钱 是因为我们要成长快 然后以短时间壮大 明白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些新创的idea也好 或者是公司也好 跟我们过去传统的制造业的那种制造业思维 是真的很不一样的 那今天跟我一样聊了之后 就会感觉到说 其实在我们马来西亚 有很多很优秀的新创 那也都很有潜力 虽然我们跟很多的国家 比较成熟的 比如说在3C的 科技的这些产品上面 我们可能还是 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 但是我觉得在新创上面 我们是绝对有实力 跟别人竞争的宏耀 其实尤其是在科技这个部分 因为你一旦你的技术跟不上 那他可能就是winners take all 每个人都依赖一款的时候 他其实那个市占率就会疯狂的 你只要到那个顶端 像伟明讲的 你只要是 比如说有一个新的客服 那全部人的用户都涌向你 你的cost不变 但是你的盈利 却是可以无限的翻倍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Speed Home 一直要不断扩张的原因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伟明 就跟我们聊聊这个新创公司 其实也真的很不容易 从16年 一直一直所谓的烧钱 到现在不停的增长 我相信这一个过程当中 CEO或是团队都是 没日没夜爆竿在赶进度 非常谢谢你 卫明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开门建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财经.my YouTube channel BFM财经 以及各大的podcast平台 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 每天准时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开门建商 下期见